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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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也是凡夫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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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齐心动力 也语造诸 再把它归拿 总不外乎三大类 这个三大类呢 就是善 无 无忌 所谓无忌 就是说不上善无 这个叫无忌 无忌有没有果报呢 有 什么果报呢 无名 所以很麻烦啊 善恶也是烦恼稀气 无忌也是无名 是愚痴啊 所以 必须加以修症 那么症的标准 一定要知道 佛法里面说 邪症的标准 是自信 凡是与性体 性相相应的 这是真 与性体 性得相违背的 这是我 中国 故人 交同盟 同小朋友啊 启蒙的教育啊 叫三字经 三字经 头一句 就是信的 人之处 人之处 本 善啊 我们 学佛的同修 知道 虽然 设了一个人 人是代表 代表 设法界 一正 庄严 设法界 有情众生 正报 无情的众生 我们讲物质环境 一报 他的信 本来都是善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体会 那就是 我们讲到 信德 心体 今天人讲 自然啊 没错 是这个意思 凡是能 顺乎自然的 这就是啊 违背了自然啊 我 那自然是什么现象呢 自然决定 没有意思 这个 越越运行 四十 春夏秋冬的运转 有没有意思呢 没有意思 化开化泄 行影流水 有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是善 主要晓得 没有意思是真平等啊 有了意思啊 就是悟了 就不善了 佛有没有意思呢 佛没有意思 所以 佛能够跟十法界 一正庄严 和母相处 非常的 与严满的 至善 儒家将的 至于至善 才有一点意思 就坏了 那一点意思 就不善了 那一点意思 就叫无名啊 那一点意思 就是把信德 就是把信德 转变成 情实 短信德 并成了 八十 八十不善 或者说 这个为师家将的 八十是善于不善的 活活活了 这个说法 也行 为什么呢 自信 信德是本善 现在你夹杂着自己意思在里头 这个意思 就是 世尊在 楞音经上 告诉 弗努纳尊者 弗努纳尊者问 这一切众生 为什么会有无名 无名 什么原因起来的 什么时候起来的 佛只说了八个字 至今 劣之人 是无名本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违背了自然 你在大自然里头 加了一点点意思在里头 那就是无名的根本 你错了 佛 无论是心 在哪个法界 九法界众生有感 佛都有应 佛起应的时候 没有意思 释迦牟尼佛 是信德 变形出来的 音声 我们这个身体 是阿赖耶识里头 业力 变形出来的 这个身体 都是希望的 福 这个身体 硬化在这个世界 教化众生 四十九年 没有一丝 好意思在里头 完全顺活大自然 跟大自然 融合成一体 什么是心 我常讲啊 虚空 法界 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真心 显出的一项分 有体 体自然就会 选项 体 像 作用啊 本心的 经体 大方广 大时射的体 方式讲的像 广式讲的作用 体 像 作用啊 把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法 这三个字 全都包括了 完全明了 完全通达 完全融合 这个人 我们就称他作福 福的心 是自信的心体 福的像 福的作用 是自信的 信得 中文里面讲 明信 尽信 趁信 启用啊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善啊 善的标准在此地啊 违背了信得 自己 其了自私自利 福法里面讲呢 我执 发执 以为 这些现象 是真的 是真有的 你错了 如果以为这些像 是幻象 是假有的 你也错了啊 什么是不错呢 不起心 不动念 就不错 起心动念 你说他有也错 说他没有也错 说他一有 也无也错 说他非有非无 还是错 错 错在你呢 错在你起心动念啊 真心 如果不起心 不动念 你的作用 完全成心 我们 无量 用 起心动念 就堕落在 其心动念里面 垂根 借出外面 六成 境界 哪有不 其心动念的呢 这叫凡 如果六根借出外面六尘境界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那你就称佛了 我们就称立为佛陀了 现在我们再把话说回来 我们迷了这么久 已经养成了习惯 养成起心动念 妄想分别执着 养成这个习惯了 现在要把这个习惯放下 那么 过去这些祝福 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修成功了 才真正放下了 这样说起来 我们这一生呢 能不能办得到呢 跟诸位说 这个事情一生办不到 那我们是不是没有指望呢 那不能这样说法 为什么呢 你有过去生呢 你过去还有过去啊 你怎么知道 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行呢 说实在的话 过去生中你要没有修行 你就不可能坐在这个地方呢 看听我讲经 听一个小时 你不可能 你能够在此地 安下心来 听我讲经 讲一个重点 你过去 上根 无比的深厚啊 佛在无量寿经上 给二舍王子 讲的那一段话 我想我们同修都很熟悉 二舍王子于五百章这次 听释迦牟尼佛 将无量寿经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听了欢喜啊 心里面都发现 希望将来自己成福 都像阿弥陀佛一样 他们齐心动力 佛就知道 佛告诉他 也告诉大众 他们这五十个人 这是个小团体 过去生中 曾经供养四个衣服 我们中国人讲义 是万万为义 印度的义 由上中下三等 下等的十万 它就叫义 中等的百万 上等的千万 我们就不算上等 就算下等吧 十万是一个亿 十万乘四等 你就晓得 他们过去生中 善根深厚啊 我们今天要跟他比一比呢 超过他 不输给他 怎么知道超过他呢 我们今天听到 讲经说法了 都起了个念头 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生了这个念头 二十万王子当时 没有起这个念头 你就晓得 我们起了这个念头 我们过去生中 供养祝福如来 不止四百亿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 这一生中能不能有成就呢 善导大肆讲的话 是真的 这的人敬佩 他说 总在与语言不同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你能不能成就 你有多么大的成就 都在你与语言不同 如果你遇到 如果你遇到旅言非常舒适 你这一生不但有成就 而且有很大的成就 如果这一生遇不到善言 对教理不能通达明了 自己虽然修得不错 修得很好 你这成就不大了 纵然能往生 说老实话 凡胜同居图 这是有可能的 方便图 胜暴图 非常非常难 你语言不殊胜 那么我们 这个言善与不慎 我们也能够 很亲切体会得到 什么叫言树生 听经文法 释迦摩尼佛 当年读世 每一天讲经八个小时 四十九年没有休息 常随弟子天天跟在身边 这个语言殊胜 无比的出身 听九龙 界定会三学 自自然然 他完成 但是今天 我们的原因 比不上过去 不要说佛的时代 我们比不上 古无大德的时代 我们都比不上 什么原因呢 古人呢 从小就骄傲 懂规矩 现在 没有人骄傲 就是在我面前 他都得不到理 为什么我得理 他的心不一样 也就是说 他的心不清净 他不懂得忍辱布勒米 他不懂规矩 你看晚进 用光发丝 教导学人 这很多人想在请教 佛法 有没有方法 叫我们 欺如佛的经济 大词说得很好 沉浸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 可是什么叫沉 什么叫近 不知道 没人讲啊 也没学过 自己以为 很沉 很近了 那是属于正上慢 你不是欺骗人 你确实没有意思欺骗人 是你自己无知 没有入这个境界 自己以为入这个境界 故事在这里啊 我早年 遇到一位同修 这个同修现在都不在了 有一天 因为都是 没有出家 这天是老朋友 出家之后 到台北去的时候 偶尔到他们家里面去看看 谈谈佛法 他也是非常虔诚的 在家佛教徒 他告诉我 他真的阿罗汉苦 我就很难给他解释 他绝对不是骗我的 就是佛教徒 正上慢 他不知道阿罗汉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肯定的 在我想象呢 大概是对一点清安 误认为 整个阿罗汉苦 怎么跟他讲 他说 真的 我是真的 等在来 到最后我就没有法子了 我说 好了 阿罗汉的 一定有六种神动 这个就是他修的 天眼通 天耳通 这个天眼跟天耳是最先得的 真的什么国位得的 虚头环骨 小城粗骨 就真的 这年中 天眼通天耳通 二国 你就有 虚命通 有 他心通 三国 就有神族通 四国 就有陆尽通 我说这是 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 我说 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坐 在那家客厅坐 你们客厅外面是马路 这个叫墙 那个墙比外面呢 那个人走来走去 你有没有看见 他说 我没有看见 我说 那证明 你连小城 虚头环骨都没证得 这样他才服了 他才觉悟了 我说 这个你不是妄语 如果你没有证德 说证德的时候 你有欺骗人的行为 那就是大妄语 那个罪过很重 你这个不是妄语 你这个叫 增上慢 自己以为真的 没有欺骗人的念头 在里头 太多太多了 我以为我非常 千诚恭敬了 他不知道 他不晓得 千诚恭敬是什么意思 千诚恭敬是什么样子 千诚恭敬是什么心态 不知道 没有学过 他怎么晓得呢 古时候这些 是从小教的 什么叫做千诚 我在此地 一再告诉同学 你们一定要把地之规学会 地之规 上面所讲的 字字句句都落实了 你们懂得什么叫恭敬 诚信 诚意去做 那就是沉浸 你才会有感应 你今天 茫然无知 我很恭敬 佛菩萨不以为 护法神 不以为 根根有道德的人 不以为 舍佛的弟子 什么叫千诚 我也在提示大家 沙米略义 沙米略义 完全落实了 你有 大概有个五六分的沉浸了 沉浸不圆满 圆满要落实菩萨 沙米略义 那个男啊 我们想想做不到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家能够落实 地之规 出家能够落实沙米略义 你才能有几分沉浸的心 沉浸的 胃 不是凭自己妄想啊 你妄想是与 这个妄想相应的 它跟信德不相应的 这都不是真善啊 不要晓得 弟子规里头讲的 有信德相应 佛家的这些戒律 位移都是跟信德相应 你不在这上下功夫怎么办 最后秦阳老师在此地 把沙米略 把这个弟子规细讲啊 这个过程学完了 你有没有天天温习 有没有字字句句落实 行诸我作 除事待人见物 齐心动念 开口说话 有没有想到 和不和规矩 我今天要求大家 是从这点做 这是大惩罚 这不是小臣 自己在生活当中做到了 就是利益九法 解决 为什么呢 要树立 祝佛菩萨的形象 祝佛菩萨形象在哪里呢 在你自己身上 在你齐心动念 在你的言语造作 你果然做到了 从前李老师常讲啊 你在佛连上贴金啊 佛有面子啊 你要是做不到 你要是违规矩 不守这个规矩 不守戒律 齐心动念 与信德相违背 李老师讲 你天天跟佛连上图分啊 你给佛丢人啊 修行人 要像佛 像菩萨 到场啊 要像一个佛教教学的场所 我们到场不大 形式上比不上别人 但是能够的去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正干 佛家的形象 落实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信节行政 与大经大论相应啊 修法要忍辱啊 你不能忍 你怎么会成就 你要想成就 你一定要修行 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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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自己 这一生 能不能成就的关键素材 佛法 能不能长住这个世间 也是关键素材 最重要的 就是人死 我们能不能跟别人相处 上 可以跟佛菩萨相处 下 可以跟妖魔鬼怪 地狱动身相处 你没有人的功夫 人的功夫成就就是定力 忍辱 是修禅定的 情方便啊 我们讲是预备功夫啊 人没有忍辱 拿你来的禅定 拿你来的三位 没有禅定三位 拿你来的智慧 所以 是一般人讲 那个智慧啊 那是 世之变从啊 不是真智慧啊 佛法里面讲呢 八难之一 那你遭难了 世之变从是遭难的 这个话一点都不讲 为什么呢 由世之变从呢 自己以为那是智慧 就不会再求智慧 所以 对于戒定慧三学 肯定 俗合 他怎么会成就 不可能成就啊 我们 这种根性人 不上不下了 既飞上至 又飞下日 什么样的方式 对我们自己的效果呢 尽叫 尽叫 天天要学习啊 我在这边 教导同学 目的 是培养 人思啊 不是金思啊 不是略思啊 不是论思啊 这个佛法里面 金律论呢 通来一种事 是趁什么思想 我目的不在这里 目的在人思 学为人思 行为师范 人思是什么呢 人间的表率 人间的好人 谁是人思呢 释迦摩尼佛是人思 孔老夫子是人思 我们目标定在这个地方 齐心动念 要想一想 这个念头 摄迦摩尼佛有没有 孔老夫子 有没有 要说个话 摄迦摩尼佛 是怎么说的 这叫修佛了 我们有标准 我们有标准 不是漫无目的的 总要学得像 佛家成熟 禅是佛心 这个经上又禅 律是佛身 教是佛的音语 一二三 三个一 我们不能跟人相处 那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何以不能跟人相处呢 自己的成见放不下 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不下 总是觉得别人不对 这正是自己的大病啊 真正修行人 跟一切众生都能和目相处 为什么呢 平等对待 我们看修行人 有没有德行 有没有功夫 就在这里看 所以佛法 佛门的修行人 真正有道德 有功夫啊 为什么呢 六合金 所以 三宝当中 归一众 归一僧 众中尊 这个众 就是团体 佛门的团体 无论是在家出家 是学佛的人 大家在一起 这个团体 是九法界 一切团体里面 最值得人尊敬的 这个尊 就是我们今天讲尊敬的 最值得人尊敬的 为什么呢 你是所有团体里面的好榜样 好模范 所以 佛门当中 同学 不能够相处 佛婆上 痛心 上一次 我在新加坡 地边有一位同学 跟大众 不能相处 大家传证给我 问我怎么办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拿到你们的传证 我在馆长下面前 烧香 把他供在馆长面前 我说 馆长 这些人出家 是你的意思 把他度来的 现在他不守规矩 跟大家不能相处 怎么办呢 你去除分呢 果然没错 到第二天 这边打电话给我 他说 他要回台湾去了 阿弥陀佛 馆长有灵啊 狠管用啊 他真的还在护士 最值得人尊敬的 祝福欢喜 善神拥护 你们大家能侯目相处 人与人侯目相处 直到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他没有错 我有错 问题解决了 我们有错 你有错 这事情解决不了 小是两个人的这个事情 大是两个国家 国家与国家为什么打仗呢 我对你不对 那个是你对我不对 他就会打架不扣啊 你们想想看 如果有人冲错了 回头自己想 我的错 他们也错 问题立刻化解了 孟夫子教我们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了 懂得翻求作极 别人哪有过失呢 没有过失啊 要知道 故事都在自己 在自己上 齐心动念 妄想分别 支柱 处理麻烦 如果我们像佛福萨一样 横顺信德 横顺自然 六根 借出外面 这个境界 跟大家一样 活光同尘 一样受用 绝对 没有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我们今天过的日子 是祝福如来的日子 是法身菩萨的日子 好过 你们看到 今天社会动乱 我看天下太平 你们看到 十十多多分尊 我这里清闲无私 清静啊 关键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把面图转过来 心结真舍无分别 真舍 诸法识相 什么是诸法识相 无分别就是的 宇宙之间 试出识法 语真 诸言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实的 无分别就是 有分别 真跟实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经 叫波斯易经 大不思议经 不思议就是无分别 你要无分别 你读这个经 听我讲这个经 你就能入华严经济 你有分别 有执着 有妄想 你读这个经 听这个经 你只能够对一点皮毛长石 听我在这讲故事 你入不了经济 你得不了受用 印族说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这个利益 你得不到 什么是沉浸 无分别是沉浸 无分别 还得要懂规矩 不是规矩都不要了 那你就完全搞错了 那你就完全搞错了 前天我来的时候 在机场 有一位同修送过的人很多 有一位同修在问我 他是放下 是不是一切都放下了 是的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我说这个话 你懂吗 他说我懂啊 我工作要放下 家庭要放下 我说错了 你不懂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我说我举个例子 吃饭要放下 那你是不是从今之后就不吃饭了 穿衣放下 你是不是不穿衣了 你错了 饭照吃 你还是要穿 放下什么呢 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吃饭 不要挑剔这个菜肴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叫你放下这个 放下 酸甜苦辣咸 你吃的是平等一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酸甜苦辣咸都变成一味了 穿衣服 不必讲求 这是什么料子 那是什么款式 叫你放下这些 我说你不要搞错了 佛法在世间 不利世间 觉悦 不是叫你 越学越迷惑 越学越颠倒 你把佛经上那些意思 全都错毁了 你还认为 你自己做得很如法 岂不是笑话吗 跟着你不上 你现在 在社会上 是什么样的身份 是什么样的地位 你要把你自己 本分的工作 做得人人满满 做个 你同样身份 同样工作的人 做一个好榜样 你就是佛菩萨了 你的修行 就如法了 心里头 一丝毫不甘然 那叫真放下 放下 去理呀 一切提得起来 是契机呀 我说你 在家佛教徒 你能做得 让社会上 所有在家人 看到你 敬佩你 佩服你 你这个人 有道德 有涵阳 有学问 值得人尊敬 值得人向你 效仿 你学成功了 不是学得怪怪的呀 不是学的时候 让人家看到 畏惧你呀 看到的害怕的 立得你远远的 那你大错大错了 社加坡那佛 多么 清醒 多么 坏 平易近人 哪里像你们这样 怪怪样子 对于大臣教义 也不通 心结真实 你看 修行人亲近 心结真实 五分别 上面修行人亲近 是四 守规矩 一切都如法 下面是心地亲近 立妄想分别 执着一尘不染 古报 事故色相皆圆满 你能够人 冤害 一切众生对你 能忍 别人对我的误会 别人对我的毁谤 别人对我的陷害 统统能忍 像忍入先人 隔离王 各界身体能忍 他没错 错到呢 我错了 他没错 他为什么没错呢 他无知 无知不能怪人 我错在哪里呢 我没有把佛法 给这个世间人 讲清楚 讲明白 我的错啊 我没把佛法 做好 让他看到 神欢喜喜 故事 决定在我自己 不在别人 这是人事环境当中 要人 物质环境 要人 天气炎热 要能忍受 天气寒能 要能忍受 缺乏粮食 寂寞的时候 要能忍受 缺乏饮水 害客的时候 要能忍受 这个是自然的灾害 要能受 承受 第三个是 修训 使 向 佛菩萨 向善知识 求教 学习 学习的时间 很长啊 我们是初学 老师定的课程 很多 立的规矩 也不少 样样都要能追求 这个要忍耐啊 你没有人的功夫 你做不到啊 这个是 修行的 又乏人的 你对于 世出世间法 通大明了啊 通大明了 要有很大的耐心 你的思想 才能圆满 啊 扑方 光明 照射方 你的影响力 才逐渐的 扩大 啊 别人尊敬地 别人笑话地 别人向你学习 啊 影响的时间长 影响的面广大 扑方光明 照射方 这就是将你的影响力了 好 这一首记呢 我们就补充到此地 不出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